好,根據這個電中性的觀念 來,請問你,一末氯化鈣 哺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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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末氯化鈣解離得到幾個鈣離子 幾個氯離子 我跟你說過了 現在很少人直接考你解離方程式 但是你還是要會 你要會解離方程式,你才會寫這個 來,我暗示你答案 氯化鈣,CACL2 鈣離子是Ca2症 氯離子是Cl2 你看看它要怎麼寫解離方程式 你就知道,一末會變成一末氯化鈣 會有幾末鈣離子,幾末氯離子 然後多問一去,幾個 幾個 幾個鈣離子,幾個氯離子 CACL2 鈣氏Ca2症 氯氯Cl4 氯化鈣的解離方程式還蠻喜歡考的 蠻喜歡問的,你最好能夠記住 我說過了,你有背根價表,你就會了 每一背就是看一個,背一個 看一個,背一個 看一個,背一個 十六 幾個 不知 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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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CL2 對,幾個鈣離子,幾個氯離子 幾個氯離子 鈣離子還氯離子 鈣離子,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 個 那氯離子呢 應該是1.2乘以十二十四次方 1.2乘以十二十四次方 請坐 答案是對的 氯化鈣的解離方程式 CACL2生成CA2症加2CL負 一墨氯化鈣會生成一墨鈣離子,兩墨氯離子 它不是問墨,是問個 一墨六乘以十的二十三次方個 一墨乘一兩墨乘二 所以 一墨乘一六乘以十二十三次方個 鈣離子 兩墨乘二 六乘以十二三次方乘以二 一兩二乘以十二十四次方個 氯離子 OK嗎 好 那 知道它是一墨跟兩墨 以後 下一題 它有幾個正 幾墨正電,幾墨復電 一墨的氯化鈣會生成一墨鈣離子 CN2症 兩墨氯離子 Cl負 那這樣子總共有幾墨的正電,幾墨的復電呢 有幾墨正電,幾墨復電呢 Number 3號 3 2 你說2嗎 你跟我講2嗎 我剛剛講的是不是 他換一個講 幾墨正電,幾墨復電 一墨氯化鈣會生成一墨Cl2症 兩墨Cl負 這樣子合起來有幾墨正電,幾墨復電 如果真的是2有 蛤 一墨 一墨正電,一墨復電 請坐 答案呢 叫做 一墨的Cl2症啊 2症,兩個症啊 1乘2症就是2啊 所以兩墨正電嘛 兩墨CR負 一個CR負,2乘2乘1還是2啊 還是負的2個啊 負的2啊 所以還是兩墨 所以有兩墨正電,兩墨復電 好 根據他有兩墨正電,兩墨復電 我就知道下一題 3號 來,起來 3號,起來 所以呢 他應該是什麼 所以他應該是會帶 正電,復電,還是電中性 他有兩墨正,兩墨復 他應該怎樣 電中性 電中性 你說 所以他應該是電中性 這裡再跟你講一次 不管那玩意兒是酸性、中性還是 電中性 通通通都叫做電中性 合起來不帶電 OK嗎 OK 很好 用同樣的電中性的觀念 我們來解決這一題 有一個化合物融於水 可以解釐出兩種 對話一定至少兩種嘛 症可以 再兩種 然後呢 其中一個是NA症 那另外一個可能是誰啊 C啊 C啊 另外一個可能是誰啊 C啊 C 21 21 21轉學 21轉學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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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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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8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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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9 9 9 你選C C 因為CA是二陣 252陣乘二 500個陣 CL是負 綠CL負 500個一個負就是500個負 這樣就會電中性 考的都是電中性的觀念 我說過這是重點 電解質水溶力一定是電中性 正電跟負電 總電量一樣 不是正離子的電量跟負離子電量一樣 也不是正離子個數跟負離子個數一樣 是總電量一樣 就叫做電中性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